田氏,作为中国春秋时期齐国的一个重要家族,其崛起与替代救主的过程充满了变换与策略,在这个过程中,被取代的家族和人员的命运如何,往往取决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田氏家族的治理策略。 公元前672年,齐桓公江小白好心收留了一位从成国逃亡入齐的诸侯公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后来这位成国君主之子的后代却窃取了江姓齐国,田氏数代人不断经营渗透,最终架空齐国公室,取代了江姓吕氏,将齐国变为归姓田氏所有。 而且,窃取齐国的田氏还不止如此,田氏齐国君主田和还将齐桓公的后代,最后一任吕氏齐国君主齐康公放逐于一海岛之上活活饿死。 而齐国公室在田氏取代江姓时,已经基本被消灭或驱逐,仅剩的江姓公室之人要么被田氏赶尽杀绝,要么就是逃奔各国,改姓避祸。 想当初赵、韩,为三家瓜分晋国时,也不过只是瓜分占有了晋国公室的土地,废除晋国君主进攻的军位,贬为了庶人。 但三家好歹还让晋晋宫和晋国公室到屯流去居住,并没有赶尽杀绝。 所谓做人刘一线,日后好相见,赵、韩,为三家当初的这一仁慈之举,也给他们带来了相应回报。 在战国末期,秦王嬴政用武力攻灭韩、赵,为三国后,并没有对三国君主赶尽杀绝,只是将他们迁到某地,软积了起来。 而秦国攻灭田氏齐国后,最后一任田氏齐国君主齐王健却落得和齐康公一样的结局。 秦王嬴政将齐王健安置到贡地,并命人不准给他提供食物,以至于齐王健最终被活活死于松树和柏树之间。 如果田氏齐太公田和当初,要是给江姓齐国攻势留一条生路的话,或许其后代齐王健也不至于落得同样凄惨的下场吧。 在田氏掌权的过程中,他们与其他士族的斗争不可避免,尤其是吕氏,作为田氏斗争中的头号敌人,他们曾长期掌握着齐国的实权,并且得到了君主的信任和任命。 然而,田成子不满于吕氏对君主的影响力,多次试图除掉吕氏。 最终,田成子率军进攻,将吕氏的成员赶尽杀绝,这一事件使得田氏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他们成功地夺取了齐国的主导地位,其他士族则逐渐失去了权力和地位。 田氏掌权后,他们不仅消除了吕氏等士族的影响,还在外交上寻求了魏国的支持。 通过游说,田和最终成为了齐侯,正是掌握了齐国的权力,田氏的崛起使得江氏、吕氏等士族被取代,他们失去了原本的地位和特权。 总结来说,田氏夺取齐国的过程中,旧士族的命运并不被看好。 田氏以其改革政策、清明形象和实力的增强,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好评,逐渐夺取了齐国的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吕氏等士族失去了原本的权力和地位,田氏的崛起标志着旧士族的衰落。 而百姓对田氏的支持则成为田氏夺取齐国的关键因素。 齐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了斗争和权力争夺的故事。 在这个历史中,吕氏和田氏是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家族。 他们之间的争斗,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斗争,更是代表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 在吕氏和田氏的争斗中,田氏最终获得胜利,成为了齐国的最高统治者。 田氏代齐 田氏原本并不是齐国的本土居民,而是境外移民。 第一代移民是陈丸。 他是帝顺的后代,陈国公子,因为陈国内乱。 担心殃及几身,就逃到了齐国。 陈丸到齐国之时,正在齐桓公14年。 齐国正处于称霸的上升期,正是用人之计。 齐桓公见陈丸一表人才。 就想让他唯亲。 陈丸很知趣,推辞了。 还说了能混口饭吃我就满足了。 齐桓公便让他担任了管理百宫的公正意志。 陈丸就这么在齐国待了下来。 陈丸很讲政治,他很快就娶了齐国女子。 并按照童音将自己的事改为田、陈、田、虽童音。 但却表明了陈丸彻底和陈国决裂,积极拥护齐国的心计。 此后,陈丸的家族在齐国开始开支散叶,田氏逐渐融入齐国。 成为齐国的清大夫家族。 到陈丸武士孙田环子,吉田无语时,田氏已经在齐国生活了约122年,并且踏出了崛起的第一步。 齐后庄公四年,前550年,大夫田环子力排众议,断然出兵讨伐位、晋,并取得大圣。 田氏因此由宠与齐后庄公,田环子还成了齐后庄公的女婿。 田氏正式成为齐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角色。 田环子时期,齐国已经历经百年沉沦,齐桓公死后五公子征立。 齐国陷入内乱,到齐桓公之孙齐寝公继位才稳定下来。 但齐寝公又因为错误的外交政策被晋国大败,齐国争霸无望。 齐寝公死后,齐国公式的权力日渐削弱,权臣接二连三。 齐后庄公自己就被权臣催住试杀,随后庆氏攻灭崔氏,成为新的权臣。 可庆氏不善于理政,家族领导人庆锋整天吃喝玩乐,被田环子联合报。 高,鸾三族消灭,齐国进入鸾,高氏共长国政时期。 但田氏作为一股新兴政治力量,已已登上齐国历史舞台的中央。 齐国在齐麟宫,齐后庄公,齐景宫时期。 先后出现了国氏,崔氏,庆氏,鸾氏,高氏府政。 这些大氏族此起彼伏,每一次转换都伴随着血腥的政治洗牌。 但田氏却凭借隐忍战队,每一次都成为最后的受益者。 田环子后来又联合报氏公鸾氏,高氏,之后燕英执政,田氏施惠云民,在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 燕英警告齐景宫,齐景宫却听之认知。 齐景宫去世后,齐子太子徒继位,视为齐燕儒子,田锡子,田环子之子,不满,联合报氏公杀国氏,高氏,盈利公子杨生为君,视为齐道公。 齐道公继位后,田锡子担任国相,专善齐国朝政。 田锡子去世后,齐子田成子席位,不久,齐国国君也换了人,齐道公被报氏所杀。 太子人继位,视为齐景宫。 齐景宫在位初期,田成子是左相,大臣监旨是右相,监旨的地位高于田长,不过田成子手段老辣,最终攻杀监旨,顺道杀了齐景宫,立齐平宫,田氏执掌齐国大权。 为了更进一步,田成子一不做二不休,把报氏,燕氏,监旨等宫族中有势力的全部灭掉,田成子时期,田长的的封地已经比齐平宫的直属领地还要大。 齐国已经在他手里了。 田成子为了保险,还生出七十多个儿子,在田成子去世后,这些儿子被封到齐国各处成义,整个齐国都是田氏的了。 再加上晋国发生寒、赵,为三家分禁,田氏带齐几乎水到渠成。 前391年,田和自立为齐君,放逐将其末主齐康公于海岛,史实一成,以奉江姓之寺。 前386年,周安王正式侧命田和为诸侯,将姓齐国为田氏取代,史称田氏带齐。 田氏带齐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这之间的齐国国君。 除了齐康公,都是死在江齐被彻底取代前头的,只有齐康公,死在前379年。 齐康公侍卫后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没几年,他的一成封义也被剥夺,他只好在陡坡上挖洞违造,体验生活,齐康公也没留下后人,他一死,江齐主卖就断了。 200年之后,田氏后裔却夺了汉朝江山。汉朝建立之后,刘邦也区别对待,田安是齐王健之孙,他这一脉身份尊贵,直系王族出身,基本还在山东,只是因为是齐王,后来就改为王姓,田丹,田荣,田衡等田氏族人。 当时刘邦为了增强关中的经济实力,削弱各地豪强的残余势力,将这一部分田氏分为八部,分别迁往西安一带,并要他们改姓第一,第二,一直到第八。 东汉时期出了一位历史名人第五轮,后世他们改为第五,五等姓。 与迁移到长安的田氏后人相比,留在山东的田安后人,则显得根正苗红,在政治仕途上没有什么障碍。 但这一支在西汉中前期微不足道,历史上名气最大的是王赫,汉武帝时秀一玉史,这是汉朝特务组织。 不过,王赫性格较为温和,不太喜欢杀人,最后已不称职被免关,自朝说吴文活千人有疯子孙,无所活者万余人,后世齐心忽。 不过,到了西汉晚期,王氏一族爆发了。 王赫有一孙女叫王正军,嫁给汉元帝刘氏,成为汉朝校园皇后,刘氏是汉先帝之子,生性如若。 汉书,记载壮大,柔人浩如。 之后西汉皇帝也都非常如若,皇帝不振,外戚自然只会更加强大。 于是王氏一族越来越强,一门出了五个大司马,十位列侯。 王氏飞黄腾达后,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 生活齿迷,声色全马,互相攀比,但唯独王正军侄子王莽表现得非常谦虚好学有理。 由于汉成帝,汉埃帝昏溃无能,在皇太后王正军的帮助下,王莽扶摇直上,九岁的汉平帝登基时,王莽成为大司马,代表皇帝处理政务。 汉平帝势中,王莽立只有两岁的汉先帝玄孙刘英为帝,王正军秉承群臣之意,叫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陈明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宇。 在这一过程中,王莽不仅牢牢掌握大权,而且极力还收买名声,甚至长子王羽因吕宽暗,被逼自杀,被王莽说成大义灭亲,公儿妄私。 而且,当时王羽夫人吕燕因为怀孕,被王莽投进监狱,准备带生下孩子后,再杀吕燕。 万事俱备之后,在公元九年,王莽逼迫刘英善位,之后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王莽集心始祖,从安汉宫载衡假皇帝真皇帝,王莽一共用了八年。 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秦末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力,之后,杨坚篡位步骤大致是向王莽学习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莽建立新朝之后,田安被尊为吉北闽王。 进入新朝宗庙祭祀,与此同时,王莽大赏族人将天下瑶、龟、臣、田、王武士都列为宗士,但唯独不少了迁入关中的第一至第八姓,原因就在秦末战乱中齐国田市的内部矛盾。 。